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吃梅干菜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传统梅干菜的制作方法 梅干菜我认为是所有干菜中最香的一种 不过会做的人却很少 今天我就把正宗的梅干菜传统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梅干菜的首选材料 我们都是用这个雪里红 在我们当地也叫钙菜 用它制作梅干菜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是其他青菜做不出来的 首先把新鲜雪里红砍去老兜子 摘去黄叶 铺在太阳底下晾晒一天 晒到雪里红菜感发软 叶子稍微有点点发黄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雪里红表面的泥沙清洗干净 晒过以后再清洗 这样雪里红的叶子不易破碎 方便揉搓 洗净后再把雪里红切成小段 正宗的梅干菜都是用咸菜晒干的 所以制作梅干菜 我们要先学会腌咸菜 切好的雪里红撒上腌菜用的粗盐 十斤雪菜半斤盐 再把它们充分地抓拌均匀 用手使劲地搓揉 一直到搓出水分 用手能这样捏出水就可以了 然后把雪菜装进一个腌菜大桶里 压紧时盖一层纱布 上面压几块大石头 放阴凉处腌半个月左右 正宗的传统梅干菜的 我们一定要把雪菜腌成这样 颜色发黄 口感微微发酸 这样雪里红的香味 才能更好地激发出来 变酸以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晒梅干菜了 平铺在波及中 大太阳晒个两天左右 正宗的梅干菜 是要经过三闷三晒的 这样口感和香菜 就会非常的浓郁 第一次把雪菜里的水分 完全晒干后 我们再把它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苹果梅干菜 然后用最小火焖煮 二到三个小时 一直把水器焖干就可以了 再次把梅干菜盛出 倒在波及中摊开晾晒 就这样的动作重复三次 三闷三晒 这样梅干菜的颜色也会变得更深 香味也会更浓郁 这就是正宗的传统梅干菜详细做法 晒干以后 密封装好冰箱冷藏 吃好几年都不会坏的 这样做的梅干菜 放得越久就越香 用来烧菜烧肉 平时打个汤 别提有多香了 喜欢吃梅干菜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收藏起来哦 我是米奇 我们下期见